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鱼豆姐姐 欢迎来到我的猛新生存第七之四期 今天鱼豆姐姐一看 画石龙 画石龙又下蛋了 这个画石龙吧 他实在是太能生了 咱也不知道他是跟谁生的 一转眼 这波波和皮皮又多了四个兄弟姐妹 我也都快养不起了 哎呀没办法呀 谁让 谁让你是他们爹呢 啥玩意儿子 跟我有啥关系 作为他们的小姐姐和主人 我当然有义务招好 画石龙和他的宝宝们啦 鱼豆姐姐现在就要给他们 扩建小家咯 要不然就会有好多好多的 画石龙宝宝流落在外了 那也太可怜了吧 我们先把画石龙原来的家给拆掉 然后还是用冰块往外扩建 哎这画石龙的左边 是我的波波窝 画石龙的右边是胖熊仔的家 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变得更长一些 扩建到这里 应该够他们住了吧 长度规划好以后呢 就把房顶给放上 但是如果要是堵死了的话 那画石龙可不就见到太阳王吗 所以还要留出格子来 然后拿出我的透明玻璃块 给上面弄一个天窗 这样就差不多完成了 好了好了 画石龙宝宝们快进到家里去吧 你这是太高还是太胖啊 这门你咋都进不去呢 好吧好吧 我把门子扩大一圈 这样就能进来了吧 好了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房顶看一看 他们生活的怎么样了吧 不错是不错 但是感觉里面还是很暗的 感觉这两个玻璃天窗 它根本就不起什么作用 所以鱼豆姐姐又去做了几个南瓜灯 放在屋子里 这样画石龙的家就是亮亮的了 而且还非常漂亮的 好了 画石龙的家终于扩建完成了 但是我们的团子还没有家呢呀 鱼豆姐姐可不能让我可爱的团子也流落在外面 我们把团子的家捡在胖熊仔的旁边 嘿嘿 胖熊仔胖熊仔 你以后要替我照顾好团子哦 你们以后可是灵机了呢 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用冰块建造了一个小屋 然后在门前安上了蓝色玻璃 在下面放上栅栏 免得他们偷偷跑出去 嘿嘿 然后我们在门口放上火板 这样寄照明 又去呢 哎呀 真的是太棒了 这样鱼豆姐姐的所有作息都有家了 你这是停车场吧 嘿嘿嘿 叫什么都不重要 反正我的作息们不用再流落街头咯 嘿嘿 以后等鱼豆姐姐有钱了 给你们再盖一个更大更漂亮的房子 现在现在是住在这里吧 好了小伙伴们 在你们自己的生存里面 你们都训养了哪些动物来当自己的作息呢 看看留言吧 还有记得告诉鱼豆姐姐 鱼豆姐姐还有什么动物没有训养啊 嘿嘿 某些生存力险记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爱我三连 关注评论转意发发 爱你么么哒